把产品做完了 然后呢这个Countif、Signif这些做完 其实如果假设你那个 你的公式假设有点问题的话 其实在讲义的第24页也有啦 只是说那个24页里面当然你不如就是自己做过一遍 只是有给你参考一下 然后那个区域的部分也是OK的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区域部分 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你就插入那个最近使用过的 如果说你要再做一次的话 最好是类别里面最近使用过会比较快 然后呢用Countif的话基本上就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的话呢 是 一个参数呢 是Range Range指的是 你要找的这个区域 其实 你大家看一下因为你基本上就是找前面这个区域 所以你要去找 你要找的这个Range区域的位置在哪里 通常是在另外工作表 所以 切到产品里面的 哪一个呢区域 有区域在这里 所以你就把它整个选取起来 游标放在那个 12儲存格 Ctrl Shift向下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拉啦 只是说因为现在资料多还可以 如果资料 资料少还可以资料多的话 可能就会 会有问题 然后Qriteria的话呢就是 直接在找北区 就是意思是说啦 他是先问你说你要去哪边找 第2个是你要找什么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Range一定是范围 所以你慢慢习惯就是 他给你的那个 问题 不过其实我觉得他如果可以让人家更便利 更友善的话 前面也许 改中文 或者说 还可以再一个问号 点下去还可以告诉你 你到底 这个问题要 叫我做什么 最好还可以 旁边还可以 试意一下 试意涂落 这样 当然Excel会更简单啦 不过 我想因为Excel也出来三十几年了 他不做 我想 三十几年前长得差不多 三十几年后也长得差不多 OK 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是 美国人设计的 美国人好像在这细节上面 就没那么贴心 而且是大辣辣的 而且不保证说新的版本比较好用 旧的版本好像问题也是一箩筐 好那再来都按确定之后的话 把它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记得 一定喔 刚刚同学 容易出错是这个没有把它锁起来 F4 但是理论上我有些笔电 应该直接按F4 不过有些笔电要 Function键 要按Function键才能F4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每一台电脑的状况 有点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 在这种教室上课 那种会议室上课有的缺点 就是电脑都不同意 所以很麻烦 每一台电脑都不太一样 版本也不一样 那就 有时候可能出现的问题 都不是 你的问题 是因为你用的版本跟我不一样 OK 还有操作环境也不一样 那就麻烦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建议是在 电脑就是上课问题比较少 那再来的话 3米斧部分一样 就插入函数 3米斧 然后一样是 Range值的是去哪边找 所以这个范围的话你就告诉他 一样Ctrl Shift向下 这个范围的话 然后去 是哪一个区 然后呢 Sumrange的话又切到前面 要把什么台数 所以把台数加起来 OK 跟这样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 C才对 这个 Ctrl Shift向下 Range指的是去哪边找什么资料 Sumrange才是加种的 记得把F4 选起来 把它F4锁起来 范围把它锁起来 那再把它向下填满 对对去 选错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Delete掉 重选一下 区的话应该是 这边 Ctrl Shift向下 那有的时候其实可以预览一下 我的习惯是 如果发生错误 这个地方 它会是零 刚刚是零 怎么会是零呢 你可以大概预览 所以有的时候不用急着马上按确定 你可以看旁边有预览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不错 按个确定 那答案就出来了 记得 再检查一下 有没有锁 如果没有锁一定记得按F4 反正这些细节都注意到的话 我觉得这个做出结果应该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OK 然后向下填满 然后销售额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 这是 在最近使用过3米幅 然后Range的话 一样切到前面 去查哪一区 所以这个Ctrl Shift向下 并且干脆直接就把它按F4 那criteria的话找哪一区 那加总的话 一样到前面 去找那个 我们的 这个销售额 所以一样 Ctrl Shift向下 然后一样把它按F4 这边这么多题 主要是你熟练之后 这些都会 变成习惯动作 最好这边加个千锋位符号 比较好辨识 小数点拿掉 这样就很清楚 销售额马上一目了 那只是说呢 假设我们现在是用 Countif跟Sumif来做 那如果说 可能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今天 不要用那个 Countif或Sumif的话 假设我今天要用什么 用那个 枢纽分析表来做的话 要怎么做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进入到那个 第二个重点 就是枢纽分析表的使用 其实枢纽分析表 它的用途 基本上也跟 刚刚我们做的方法差不多 第一步我们是移除重复 所以其实枢纽分析表 一样也会帮你移除重复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给它的栏位 不是一个数字的话 是文字 它会帮你加 几个 如果你给它的那个栏位 里面是数字 它会帮你加转 所以它的原理原则 大家知道一下 OK 所以如果我说我今天 假如我要模拟 这个报表 简易报表里面的产品 也要做出这些栏位的话 一模一样 假设我今天希望用枢纽分析表 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步 一 请你游标先放在前面这个 通讯产品的 这个资料上面的任何一个储存格 当然你不用全选 第二步的话呢 点选那个插入里面 第一个就是枢纽分析表 你就点选枢纽分析表 所以接下来我们用枢纽分析表来做 接下来的话 点选它之后 它会跳出说 请问是不是这个范围 理论上如果 你这个data里面不要是什么 插入一个空白栏 空白裂 那应该会选对 可是如果说你中间多个 空白裂 空白栏 很抱歉 它就会中断了 所以那些也不要做了 所以资料正规化里面 很多时候就是告诉你 尽量给它是符合 它要的资料形 它的那个资料的那个样子 按个确定 好 那再来的话 它会跳出像这样的画面 那一般理论上 右边 这些是你要 显示的栏位 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开来 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 应该会有 2、4、6、7个栏位 那这7个栏位 实际上就是 这7个栏位 就是 如果你选的来源 有7个栏位 它就有7个栏位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做出像刚刚一样的那个 就是 简易报表里面 那第1个我希望 帮我算 比数有几个 第2个 台数有几个 销售有几个的话 那首先第1个 请你把什么 把那个 所以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这个枢纽分析表 它的一个 涨的样子 第1个的话 上面有些栏位 那请你把什么 第1个把那个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把它拖拉到列标签 OK 我们来看一下列标签 先把产品名称 拖拉到 到那个列标签的下方 放开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 这个 产品的名称 有点像移植重複 这个结果 我们刚刚不是贴上一堆 移植重複剩三个 第2个的话 如果我要算有几 几个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请你再把产品名称 再拖拉到哪里呢 Sigma值这里 把它放开 你会发现 他这个时候怎么样 帮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 这个 7个 这个 6个 这个也6个 加总结果 你会发现这个 有没有 有点像那个 刚刚做的 康义服 766 没错 有没有 所以理论上 以后如果说 你不用康义服的话 你干脆就把那个 输留分析表 打开来 先把那个 产品名称 拖拉到列 那他会帮你怎么样 移除重� 其实这感觉 有点像移除重複 里面如果说有重複 他帮你移除重複 OK 所以你大概知道了 假设你不要用所有分析表 你可以自己来的话 就移除重� 再来第二个 再把 产品名称 拖拉到哪里呢 拖拉到值的地方 值的地方 意思说 他会帮你算 如果你给他栏位 不是数字 他就算几个 如果是数字 就帮你加总 OK 如果是数字 他就算几个 如果是数字 就帮你加总 OK 所以基本上 里面应该 那个名称 不是数字 所以他就帮你算几个 算几个 其实就counting 所以基本上 这个跟刚刚的 蛮像 再来的话 你想说 老师那可是我今天 我这个地方 除了要那个算几个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 这边还有什么 台数 跟销售额 我也要显示的话 可是问题这个 枢纽分析表 还能够放其他栏位吗 其实当然可以 放哪里呢 一样 特别主要 一样放值的下面 所以 我要再统计台数 那我刚讲过 台数里面是数字 里面的资料来源是数字 所以这边里面是数字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台数 一样放在右边 Sigma值下方 放开的话因为它是数字 所以他帮你加总 OK放开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边 就自动帮你加总 台数的话呢 46,300 如果是这个大哥大手机的话 看一下 46,300 一模一样 结果的话呢 你会发现跟刚刚一模一样 那再来一样 假设我要什么销售额要出现的话 再把什么销售额拉过来 放开 放在哪里呢 放在他的最下面 这边会出现一条线 把它放开 放开 销售额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的第1个是 我们的什么 台数 总共 用几 那个 这个是 笔数 笔数然后再来就是 台数的加总 跟销售额的加总 做出来的话呢 结果 就其实基本上 跟刚刚那个还蛮类似的 只是说他下面会帮你总记 可是如果你下面这个总记 假如不要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 总记部分的话 也可以再把它拿掉了 只是说 枢纽分析表基本上 可以快速的帮我产生 所以 这边请 试试看 刚刚那个枢纽分析表 做出来的结果 那也许 另外的话 他会帮我在 这个工作表 的前面 特别注意 会多一个工作表4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改一下 就是叫 也许叫简易 叫什么 就枢纽分析表 也许叫枢纽 这边把它改个名字 枢纽 然后刮虎也许叫产品 这地方的话 那顾名思义 我们如果说今天 又要产生一个像刚刚那个 除了用 产品之外 有个区域 那区域什么 如果 我要用 不是用 康义符跟三米符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再次 游标放这边 插入一个什么 枢纽分析表 针对什么呢 针对区域 OK 所以刚刚是产品名称 这个时候你把区域拉到列标签 一样 他会先帮你移除重复 再来的话 你要比数的话 再拉一个区域到值的这个地方 他帮你算几个 你会把比数最多的 北区六个 中区五个 比数跟刚刚一不一样 五个 不过他这个地方排序 那顺便讲一下 这边的排序是 北区先 在中区 在南区 在东区 就是由大到小排序 那如果说你将来 希望这根排序的话 很简单 把这个选取起来 做什么呢 资料里面有个所谓的资料牌 资料有没有 有一个排序 A到Z跟D到A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Z到A 他会自动 帮你 重新按照 笔数 假设你要 长得跟刚刚那个 简易报表里面 一样的话 那你可以 再按照区域里面的排序 你要排序的范围选起来 重新排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 销售的台数 跟销售的额 把它拉一下 这样的话也OK的 所以快速的 利用枢纽分析表 也可以 产生刚刚类似简易 报表里面的结果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初体验 顺便也可以 让大家比对一下 就是如果你用 那个其他方法 其实也或多少 也可以产生 类似枢纽分析表的这个结果 但是各有优缺点 我是觉得 那个简单的东西 用函数弄一弄就好了 但如果你今天要分析的东西是相当复杂的 你其实用枢纽分析表会比较恰当 比如说那我请各位先把那个刚刚这个 这个这个一样就是把它做完之后 也许这个报表 这个页面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再把它改一下 也许这个就是 枢纽分析表 刮弧 这个叫枢纽分析表 刮弧 这个叫区域 就是利用那个 枢纽分析表 所做出来的 区域部分 这边当然我会多 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 笔数部分 重新排序 排序部分的话就是 先选取你要排序的范围 再按下上面的资料 的排序 A到Z是由小到大 Z到A是由大到小 OK 你可以很快的啦 可以针对 你要排序的那一栏 去做相对应的排序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稍微试一下 稍微 感受一下那个枢纽分析表 的第1个简易功能 所以 拖拉到 那个下方 这个拖拉动作 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个位置 我们目前呢 只有用到那个列标签 跟那个值的部分 这个值 底下有这几个 大概这两个啦 那当然其他还有 上面我们还没讲到的 像什么 蓝标签 跟 报表筛选 慢慢再加啦 因为我觉得 你的枢纽分析表 它可以简单 也可以复杂 不过你可能要慢慢熟悉一下 它的操作环境 以后如果你要变出什么样的报表 就比较容易 比较简单一些些 好 试一下 这个部分 待会再来针对 其他的那个报表 我们再看 有没有什么 可以再进阶的 这个做完之后 后面还会有就是说 如果我要做一个稍微 复杂一点的统计 比如说 不只是 那个 产品 我还要产品跟什么 跟区域之间的关系 做交叉统计 甚至呢可以把年度 时间也加进来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 先把刚刚的东西先做完 然后我们待会再 再把 枢纽分析表的更进阶功能 慢慢再 加进来 按部就班 先试一下这部分 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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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